年青人自己的看法亦都是一样 很开心教会仍然有资源 去继续有一个中文的青年事工 因为我知道大温已经有很多 见到自己教会也是以前 可能有一班Grade 9、Grade 10的团契 现在已经忘了 但其实很开心就是 见到一路我们即清或者是学生的团契 都一直有人在来 例如一些留学生 他们其实在香港 或者是哪里去信了耶稣 他们来到很积极地回教会 但可能他们不懂 不知道没有资源 可能就会这样脱落 但我们教会就是 我们知道有这班人的存在 我们是在捉住他们 所以我们见到很多人是会回来的 我很希望真的看到一个教会 即跨教会或者众教会 是认同的需要 即是什么需要呢 就是我们其实还有很多 是讲广东话的年轻人 学生是在这个社区里面的 但是就有时是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资源上缺乏的 或者是对这个群体 可能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 那变成有些错觉可能会出来了 就是有些教会可能会觉得 没有了这个年龄组别的广东话的年轻人 是在温哥华 因为近年可能 不可以否认一件事就是 移民潮在香港来的 广东话的移民潮是少了很多 但是这又不等于 我们这里是没有这班人的需要 这班广东话的年轻人的需要 看这两个问题 如果教会或者众教会 我们不去买心机 基拜资源在这个群体里面 一来教会是会步向老化 当然他们说英文那边 但是其实我觉得 广东话其实 不需要那么早老化 但是最大的问题 都不是教会老化 教会老化是教会自己 各别教会面对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 就是有一帮年轻人在外面 他们如果教会 我们不集中 不努力去传福音 去建立这班人 他们是听不到福音 这个是更 比起教会老化 是一个更加严重很多倍的问题 尤其是他们进入到 如果在年轻人 或者在读书的时候 我传方给他们 其实实际的说句 就是进入社会之后 可能会更加困难 他们的意识形态很巩固 已经有一套想法的时候 要去break through可能更加 我们只是见到 新一波的复兴运动 在温哥华兴起 这个复兴运动有几个特色 其一是对传福音的重视 其实将自己的经历去分享给人 其实我觉得已经很足够 而我在分享的过程里面 我很开心 就是耶稣在我生命里面有什么作为 那我就很开心地分享给人听 将这份喜悦这样说给人听 那无论他信不信也好 但是这件事就是我的经历 而他喜欢就听 不喜欢的时候也没有办法 但是很神奇就是 当他分享 如果作为一个路人 一个陌生人跟我说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可能未必相信 但很神奇就是 我去说这些东西的时候 竟然会有人停不下来听我说的 而再神奇就是 有人会愿意听我说完的东西之后 去相信耶稣 那我都试过曾经在这条街上 领人缺子 就是大人信耶稣 我觉得当中你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就是当你愿意为神作功的时候 神在那里用他的带能去成就这件事 我觉得这件事 整件事我觉得真的是神迹 没可能 但是就是这样 当时我在想 这些是我的个人经历 而这些就是真真正正的 神在我生命做过什么 而神也在圣经讲到明 是很想我们去跟身边不同的人分享 那为什么我不做呢 那我就试一下 初时其实我真的 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后果 有什么结果 可能被人追着来打 都还没有 我不知道 但是 那我就试一下 但是一试了的时候 我是很感受到 就是神如何一步一步去祝福我 去做这件事 而我就继续去做 就是因为我知道 神是喜悦我做这件事情 而神在这件事情上面 祝福我很多 那我就继续去做 这个复兴运动 也是一个重视祈祷的运动 如果说过往 这个团界这些年纪 有什么特变 大爆炸 或者是一种突然的增长 其实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那些年轻人 或者我们突然的姐妹 愿意去讨论 那我有一天 神被我感动 我说不如呢 我初头刚刚回去做导师的时候 那我感动 不如呢 就找那些年轻人一起神讨会 那神有一个晚上 我就将这件事 跟我两个年轻人分享了之后 他们又愿意 他们说 很有心 我想祈祷很久了 不过没有机会 又不知道怎么 总之有什么原因 那神给了我这个信号 之后呢 那我就尝试找一些 愿意和我们一起祝祷 一起早起床 去祈祷 那最后都没有六点钟 六点钟 那巴士都没开 那我心想 就只有七点 我心想 原来七点其实都回不了来的 最后 有些竟然姐妹真的很感动 走九个字 由山顶走九个字 回去教会祈祷 有些是五点几钟 五点几钟就要起床 来一层祈祷 那我觉得那个时间很宝贵 就是在behind the scene of 这个团契 这样发生很多事 其实那段时间真的很宝贵 那段时间真的很多事发生 当 不太多人 可能四五个 有时只有两三个 可能有时 只有一两个青人 但是那个时间就是 我想很多熟灵的事要改变 就是从那个祈祷会开始 那个祈祷会 就是将很多在这里 团契发生的事 暗涌也好 问题也好 开始改变过来的机会 就是在这里 就是在那个祈祷的时间 这个复兴运动 更加需要各教会的大兄姊妹 一起联合推动 才能够成功 我觉得就是 温高雅的教会 其实如果在青年的工作上面 可能一些问题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教会之间的 一个general的问题 就是我们很多都很各自为正 我们大家都在做神托付给我们的工作 不过我们不是一起做一些的事 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时间 就是在我成长里面 都会有一些联合的青年营 联合的一些奋卿会 甚至乎是跨中派的 但是我们这里 我似乎 我来了十几年来 我都很少见到这样的聚会 我们的资源有限 我们每间教会 我们能够摆出的人力物力都有限 当然大教会可以做多些 但是小教会 我们就做少些 就算了 反而我会觉得 如果我们 教会和教会之间 同工和同工之间的墙 能够去拆多些 我们能够更多的 合一一起做一些的工作 我们一同的 真的在神面前 不是get the work done 而是真的去尋求神给我们的义仗 我们一起去祈祷 去听神的声音 而在同一个的义仗 同一个使命 同一个照命的底下 我们去合一的 一起的做一些事情 不用介意那些人 接着会去哪一间教会 我们关心的是 那些人能不能够得救 他们的生命 能不能够去享受到 神所应许的封诚的生命 多过他去做哪一间教会 我相信如果我们 有一个这样的看法的时候 我们能够为神做更大的事情 我觉得 温哥华 如果单单来说 广东话的青雷事 一个很基本的要素 你一定会有一种 套级 牧养了的人 你不要想着 他一定要在一个地方 建立回这里的教会 我想应该我们要好似有 历代以来 加拿大那种的人 加拿大的基督徒 那种的心胸 他们接待很多不同的船民 或者Refugee 来到担保他们 帮助他们 是一种完全放开的心胸 是这样帮助他们 将爱波 将你的爱 是谈到在他们身上 他们可能会走 可能会移民 可能会去另一个地方 可能会在这里落地生根 我自己看加拿大的 广东话的青年事工 就是这样的空间 一个四五年的window 五六年的window 你和他们一起走 你走多少就走多少 上帝放在你面前 你做到的你就做多少 你做不到的你就做不到的了 那之后他们如何呢 我相信这个window 如果能够遇到 其实是很影响 整个爱人生的生命 我很想说 其实神的手 是挑起了新的一代人 他们对上帝那种热情 就是他们可以 对神那种热情 放出来的时候 是令人羡慕的 是令人羡慕 那我见到他们的时候 我都很受感动 很受激励 那我盼望 我们不会喷息他的火 是能够 让他们成为一些内燃的残 内燃的火 是能够燃点更多不同的地方 那我想这个是很宝贵的 面对福兴的来到 你打算如何回应主的呼召呢? 你是不是愿意摆上自己的生命 以扎实的熟灵操练 行切的祷告 迫切的为主传福音 并且和不同的弟兄姊妹 一起联合起来 为主作更加大的事呢? 我觉得是 在团契将来发展 我觉得是需要 一班大兄姊妹 他们的熟灵生命 都是有火热的心 我希望 我们团契这班人 不再是 不再是 有个小圈子 自己星期五 就这样 一个聚会 我觉得更加是 我们可以走出这个圈子 出去 真的出去 去了解其他人的需要